大家好 欢迎收看奈普敦周刊405期 2021年成功的关键字 价值观 本周当我阅读商业周刊的时候 我连续读了好几篇文章 赫兰发现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关键字 那就是价值观 所以本周我想跟大家谈一下价值观的重要 顺便分享这几个很棒的真实故事 我是高明志 马克吐文说 信念的力量是神奇的 它可以使千千万万的老弱信徒 和衰弱的年轻人毫不迟疑 毫无怨远地从事那种艰苦不堪的长途跋涉 毫不懊恼地忍受因此而来的痛苦 我们来看一下真实世界的案例 这是西藏同胞 他们潮山的照片 他们不畏艰辛 千里跋涉 你看三步一跪一拜 他们叫做磕长头 他们也有潮山节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这背后一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支持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什么 就是信仰 就是信念 就是我们要谈的价值观 我们再来看回教 刚刚是佛教 这是回教 穆斯林他们的一生 最少要到麦家去朝圣一次 如果经济能力许可 他们还会每年都去等等 那这个场面你看 看得令人叹为观子 令人非常的赞叹跟惊叹 那这背后又是什么 也一样就是信仰 信念跟价值观 这股强大的力量 驱使着这些信徒们 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一期 不是要谈宗教的价值观 而是要谈一下管理上的价值观 那管理上的价值观 也可以用在生活上 对提升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 会有帮助 我们首先看左上角 Apple帮这个库克加薪 去年把他薪水加到1400多万 那但是今年有个诞书 说今年要符合六价值观 才给他调性 这很有趣 我们大家来看 那右上角 巨洋实业 是台湾很大的一家成衣厂 他股票已经快200块了 非常好的公司 他筛选客户 以前可能会看客户给他的价格 交起或者是风险等等 可是疫情期间他发现 顾客跟顾客 人跟人之间 厂商跟厂商之间 要互相信赖 这是他们发现的价值观 左下角 米其林主厨林犬 他说对的事就去做吧 什么是对的事 对的事背后就是价值观 所以他提倡什么 环保的食材 环保的餐具等等 右下角 沃尔玛跟GAP 这些大卖场 大品牌商 他们投入二手时尚 二手时尚是什么 二手时尚就是卖二手艺 背后原来也是为了环保救地球 而且这个规模越来越大 四年后会破一兆元 价值观的重要 我们上一期有提到 生产力金字塔 价值观是金字塔的最下方的基础 再来是中长期目标 短期目标 每日工作计划 所以价值观就决定了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这一次我再补充一个决策的三个判断 给大家做参考 决策的时候要做事实判断 后果判断 价值判断 事实判断就是你要收集情报 收集资讯 目前情况是怎么样 处境如何 那后果判断 就是你做的这件事后果如何 比如说你去买了一档股票 或者是基金 或者是期货 它货率不错 可是可能什么 会断头 会血本无归 因为高风险 高利润背后是高风险 所以这是一个后果判断 你可能就不要去买了 你买比较保守的 那如果是价值判断 我们举个例 你为什么要吃素 吃素 有人为了健康 有人为了环保 有人为了戒律 宗教的理由等等 这是不同的价值判断 所以价值判断会决定我们的什么 的决策 那决策就会决定我们的行动 行动就会决定我们的结果 结果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所以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判断是非常非常重要 会决定我们的命运 那我们来看这个四个案例 就我在周刊里面看到的 第一个 这个苹果 他递交美国证交会的文件 就大家都发现 这个库克薪水很高 这个美金 1477万 那这个 其实美国大的这个CEO 都是这样的一个薪水 可是他一开始 他也是几百万 他刚上那一 我记得好像是 四百五十万还是多少 一路给他加 加到一千多万 那折合台币就四亿多 不过今天的重点 不是他薪水高低的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这个 这个他们公司高层 说所有的主管 高阶主管 未来表现都要符合 这六个价值观 才给他调涨薪水 环保措施 员工的多元性 隐私权的保障 装置的安全性 无障碍性 跟教育意义 那这有的大家 有的比较熟 有的不熟 我稍微说明一下 环保大家比较熟 Apple他有承诺 要做到碳中和 就是你生产碳 跟消除的碳 要能够balance 所以他们要设计 一些低碳的产品 或者要设计一些 节能的产品 或使用再生人员 来生产 或是要选择一些 环保的材料 或是做 探清楚的工作 这是环保的部分 再来员工的多元性 Diversity 在美国 员工的多元性 是受到重视的 你要雇用多种种族 性别 宗教 年龄 还有教育程度 都不可以歧视 连身材也不可以歧视 胖的 瘦的 你不可以 因为他太胖 就不要雇用他等等 所以这是 员工的多元性 再来是 隐私权的保障 Privacy Privacy也是 美国人很重视的 我们在 使用一些 产品的时候 或是网页 他都会叫你 勾隐私权条款 就是要保护 用户的资料 的隐私 尊重客户 不侵犯 个人的隐私权 如果他要用 他要真的 等于你的同意 再来 装置的安全性 比如说 不要爆炸 不要起火 WiFi 这些辐射 不要太强 等等 还有不要被监听 等等 那无障碍性 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那我就去查了一下 原来 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 不是有无障碍措施吗 这是盖房子 你要给轮椅 能够方便上下 等等 这些 身杖的朋友 那同样的 你在设计产品 不管是硬体 或软体 你对于 视障 身杖 行动障碍 认知障碍的人 他的使用界面 你有没有替他考量 这也是 无障碍性 很重要 来照顾 弱势团体的一个价值观 教育意义 我们的企业 要富起 社会教育的角色 不是只有卖商品 你说卖得很好 很赚钱 或是把一些音乐 游戏 放到平台上 大家去下载 给大家娱乐 你还教育我们的年轻人 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教育消费者 正确的一个价值观 所以教育意义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 所以 2021年 他们的高阶主管 要表现符合这六个价值观 才调上薪水 我觉得这件事 本身就是 很有意义的 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巨洋实业 很多国际的大品牌 这些成衣商 的品牌商 都下单给巨洋 所以你穿的衣服 可能都是他们做的 那他以前在筛选客户 这个 看什么 看客户给他的价格好不好 数量大不大 越大越好 越大他当然就越赚钱 还有交期 不要太短 还有风险要少一点 付款要爽快一点等等 可是问题就来了 去年遇到什么 遇到这个COVID-19 新冠肺炎 结果他就发现 好多客户 都给他们什么 取消订单 或延后订单 或延后付款 那这时候 如果你是老板 你要怎么办 你面对 这样的一个打击 因为你的客户 他也受到影响 他可能店都关起来 他生意一落千丈 那你要怎么办呢 根据合约 请他赔款吗 后来他想一想 因为他想到一件事情 因为他平常很喜欢 道圣和服 就日本的经营之圣 的成功方程式 还有他的经营理念 经营哲学 他有跟高阶主管做教育 他说思考 乘以乐成 再乘以能力 就是成功的方程式 所以他首先 他自己以身作者 他就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 他就想说 我跟这些客户 往来十几年 二十年 大家彼此互相依赖 以前我可能偶尔也有 这个品质出问题 或交期出问题的时候 我也不喜欢 他们给我罚款 那现在换他出问题 我也给他罚款 可能也不好 所以他就悟出来一个东西 叫价值观 就是客户跟客户 人跟人之间 厂商跟厂商之间 要互信 互助 互赖 就对了 他根据这样的原则 再去跟厂商谈判的时候 竟然就不可思议 有很好的结果出来 比如说 他就跟厂商讲说 你不要全部订单都取消 有些延后 取消一小部分 然后户款 应该怎么户 等等 你可以延后 可是也替我考量一下 等等 就这些厂商就发现说 所有的这个厂商 协力厂商里面 这些客户就发现说 哇 巨洋实业不一样 他会替我想 所以倒过来 当这些客户 他的这个业绩上来以后 他又替巨洋来想说 好 你们 我当初帮你延后 造成你的库存 你的布料 我给你介绍 给哪一家厂商去做 他们可能需要这批布料 这就是互信 互助 互赖 造成的一个好结果 所以去年 巨洋是赚钱的 他股票还涨很多 今年呢 又要继续扩充 所以好的价值观 可以帮助我们 这个 让人与人之间 还有经济 厂商跟厂商之间 的互动 会变得更成熟 更美好 接下来看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我刚才提到说 Walmart Walmart 还有这个Gap 等等 他们都开始卖二手艺 他们怎么卖呢 他们跟这家 Straight Up合作 Straight Up是 目前 这个美国 或全世界 最红的 二手时尚 他们卖二手艺 可是给他卖的很时尚 你看那个 他们的logo 这些点点 哇 很可爱 我就发现说 突然想到 这个这点点 到底是谁做的 这点点 是谁做的 待会下一张同一片再讲 我先讲一下他们的这个 一些理念 他强调说 生活可以很简单 Simple 还有Smart 但是要很有智慧 因为你可以 这个透过买二手艺来救地球 要Smart 但生活还是要过得很好 二手艺把它整理好 也是很好的 所以他们强调 他们强调Simple Smart 跟Good 这样很不错 而且你看把它做得很时尚 在logo 我就想到 这是草菅 弥生的点点 加上Tiffin 蓝 你看 他们把两个 时尚的感觉 都整合在一起 草菅弥生 这个日本的艺术家 他这个点点 他后来到美国去发展 也很受到重视 他用点点 加上Tiffany蓝 给大众一个时尚的感觉 所以很棒的一个设计 他们把这个仓橱 还有这些衣服 都整理得很好 而且进入大卖场 还有大的白货公司 除了进入沃尔玛 GAP 这些 还有一些大白货公司 都引进Straight Up 所以年轻人非常的喜欢 他们有去调查 这个市场研究报告说 千禧世代 就25岁到37岁 还有Z世代 18岁到24岁 他们都表示 他们愿意支持 买二手艺 有三分之一的消费者表示 他们愿意 花钱在二手商品上面 而且支持这件事情 那这个Levis的副总裁 这个强纳森 他就说了 他对华尔街日报说 他说 以前的消费者 买二手艺 被认为是 你没有钱 没有能力 所以你买二手艺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这些年轻人认为说 你买二手艺是代表 你有智慧 哇 这差很多 还有你支持地球永续发展 这多棒的一个诉求 所以整个已经这些观念 反转 因为背后价值观改变 那这个Straight Up 他也提倡说 你的衣橱就可以救地球 对啊 你衣橱里面 不要放那么多衣服 不要买太多新衣服 买二手的也可以啊 可以用了就继续用 像这样洗浮的概念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环保 因为做得很好嘛 像慈禧很多环保站 也有这个洗浮区 有二手艺 大家也可以去买这种二手艺 也会有很棒的发现 接下来再讲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我说的这个米其林的主厨林犬 他很敬佩一位安德烈主厨 安德烈主厨 我们看一下照片 他在去年四月份 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的这个封面 因为他在疫情期间 他就号召了这个全美的主厨 或全世界 大家都可以来做这件事 做什么 我们可以来来做餐 做餐点 做便当 来供应给谁 给需要的人 有人因为可能 疫情关系失业了 我们给他供餐 或者有人被隔离了 他需要有人供餐等等 总而言之 他就号召这些人来做 所以他的这个机构叫做 世界中央厨房 他的这个愿力很大 世界中央厨房 就是很受到重视 所以媒体也给他肯定 这是他们送餐的照片 你看他们这个餐 看起来都做得很好吃 用了很多树的材料 有没有看到 当然右下角还有这些肉 如果能够吃全树 那就更棒 不过这个他们 你看他们都尽量用了很多 这些蔬菜 去号召多余的人力 把多余的食材都拿来用 去帮助需要的人 这样的价值观 是获得普遍的一个 肯定跟认同的 那我们的米其林主厨 林全他很可爱 他就觉得说 他说很多大企业 把这个社会责任看得很重 但是他说 不管你多小 都要社会责任 像他一开始开餐厅 他有三家餐厅 都得米其林的一薪 他就百分之百 都用台湾的食材 那这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它很重要 因为你用台湾食材 比较环保 像我讲一个小历史 我在上个 一个多月前吧 就上个月 去买了八宝粥 某一家店的八宝粥 就一打开一看 看罐子后面 八种材料来自七个国家 都是进口的 我就下次就不买了 就是说 因为这样不太环保 可是如果能够 大家都用当地的食材 这样就减少很多碳足迹 那他也提到说 一份餐点外送 六个小菜 加一个汤 加一个主食 再打包 这个多了二十个垃圾 对啊 我也常常看 这样去省私 这样的一个议题 所以都尽量自己带 这环保餐具去买 所以餐饮业要 朝永续环保去努力 他也大力提倡 所以他说 对的事就去做吧 Just do it 所以这个要支持环保 对的是很重要 最后我用几个哲学家 小说家的话 来做结束 以利益为主的阵营 是会动摇的 但以信念为主的是分化不了 是巴尔扎克说的 没有哲学色彩的人 总是被畸袭的偏见 愚昧和狭隘的打算 牵着鼻子走 这是哲学家 赵新山他所讲的 所以我们人就要有什么 就要有这个哲学思想 像刚刚道圣和夫 他就是一个企业家 有哲学思想 又有经营的智慧的人 所以哲学观很重要 大家要好好去思考 所以今天你听了这么多的 一个哲学观的分享 那你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五秒钟 来想一下 你的行动计划 你可以做点什么呢 你可以做环保 如果你还没做的话 那你可以减速 少用塑胶带 吃速 劝速 省水 少碳 减少碳除机 这个 少买点衣服 买二手衣 爱地球 或人跟人之间 互助互爱 都是很棒的 那我想 这个今天节目快结束了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巴金说 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 无论事情的大小 我都感到喜悦 那这个信念 背后就是价值观 所以如果你有正确的价值观 你做什么事情 都会感到喜悦 也祝福你 今年可以找到 你正确的价值观 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做得很快乐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记得给我们按赞 还有分享给更多喜欢的人 谢谢您的观赏 我们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 再会 感恩